吴康仁透露三年内想继续好好拼事业,暂时还不想结婚,记者赵世勋社,记者年强晚台北报道,吴康仁做出席彩妆活动,逾百名粉丝不为高温现身捧场,有名小女孩在父母陪同家上台,爱上镜头开心比出压手势,却把她晾在一旁,纯真举动让她忍不住笑弯腰,她笑称平时就很喜欢小孩, 特别对小女孩没撤,却对结婚不着急,直呼近三年都不会昏头,引发一阵惊呼声 吴康仁,左,透露自己很喜欢小孩,记者赵世勋社,她与女友中摇感情稳定,今又是气气情人节,做她被问道如何度过七戏,愣在当场露出害羞表情,我现在才知道七戏要到了,笑称个性不浪漫, 也怕自己审美观和女友不一样,不会准备情人节礼物,她虽不走浪漫卦,但自宝过去曾被某人女友捉弄,在台北市各地设下仓宝图,就很像综艺玩很大那样,有时间的男性朋友可以试试,女生应该会觉得有趣 吴康仁,笑称自己个性不浪漫,记者赵世勋社,她先前与女友中摇被拍到穿拖鞋逛街,互动宛如老夫老妻,坐在被问婚事,她却语出惊人表示,对于婚事不及,三年内都想好好拼事业,应该不会结婚, 这三年想在工作上琢磨多一点,感觉演员录还很长,而她先前平直剧场恋爱沙尘暴,大爱台电视电影望月两部作品,各自入围京中52戏王,迷你戏王双相,做她透露拍恋爱与导演北村风情玩得很疯很开心,望月她则饰演心智发展有障碍的人, 在拍摄那11天,廖士涵导演真的给我很大的空间去发挥,拍得很归影,她也希望电视台能重播,让更多观众看到望月。